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开第二箱 好 我们现在来为大家介绍这一箱里的甜点 从这边开始是披萨麻花卷 这一个呢是玉米奶油包 这个是蔬菜可乐饼面包 然后这是日式咖喱面包 里面应该有餐含日式的咖喱味道 这边呢 从这边开始是柚子绿葱起司面包 这是大蒜起司麻花卷 这个是味噌起司卷 最后一个是火腿起司面包 看起来这一箱里面好像都是咸的 而且也蛮多起司的东西 我想先尝这个 我们来先尝这个吧 可以看到有一层马铃薯泥跟蔬菜泥 然后面包下面不是太厚 还不错 下面我想吃这个咖喱面包 哦 这个馅儿还不错 有红萝卜可以看到红萝卜洋葱 你有尝到肉类吗 嗯 很香 就像我们平常吃的日式咖喱的味道 你说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披萨麻花卷 哦 披萨麻花卷 尝尝这个 它们中间这边是放披萨酱 然后上面放起司 很好 面包很软 不会很硬 这是怎么切的 哦 OK 所以下面你看不是面包 它面包其实在料下面非常薄 嗯 我觉得这也蛮好吃的 我觉得它都奶油了 就是因为有奶油才好吃 而且是日式奶油 这种的话是小孩子非常喜欢吃 哦 嗯 我觉得还OK 好 我来换下一盘 接下来这一盘 来 我先尝一下这个 我先尝一下 火腿的口味 火腿起司 嗯 可是面包蛮厚的 再来这个 里面好像有核桃还是 应该是核桃吧 嗯 对 是核桃 嗯 嗯 有点甜甜起司 而且好像是核桃跟 gold cheese 羊的cheese 是吗 嗯 well 我觉得不错吃啦 就是普通形式 就是这样 嗯 再来这个是好像 是什么 披萨卷吗 不是 这个你应该会喜欢 这是 大蒜 起司 大蒜 马花 嗯 嗯 我闻到大蒜的香味 嗯嗯嗯 大概是胃 那个比较重 所以就感觉吃起来就比较 嗯 比较喜欢 嗯 虽然有很多面包 可是 嗯 面包绝对没有那么干 嗯 来 这一个 嗯 是绿葱吗 这里 柚子绿葱 嗯 嗯 你可以闻到那个柚子味道 有点柳橙柚子的味道 嗯 我怎么吃的是绿葱的味道 对 可是你闻到的味道 是柚子味道 嗯 这也不错吃 嗯 这个还好 嗯 我吃的好饱哦 吃了这么多的面包 嗯 对 如果你有剩的话 你还可以摆到隔天 然后用微波炉热一下 也会很烹 也会很好吃 嗯 那你喜欢哪一个呢 嗯 我喜欢那个 我们吃的那个大蒜 嗯 起司口味 这个 对 然后还有那个咖喱口味 嗯 还有那个 玉米 奶油 奶油的面包的口味 就这三种 其他的的话 我就觉得 就 也蛮好吃 但是就是 普通啦 对 我也喜欢咖喱的 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味噌 里面有核桃的 嗯 味噌起司卷 嗯 其他的我也觉得还 也蛮普通 可是 面包我觉得没有太重 嗯 只有几个是 蛮厚的面包 那 虽然这第二箱里面 全是咸的 不是甜品 可是也都很好吃 嗯 这家日本 红焙店买来的甜品 就开箱结束了 和上次一样 请记得帮我们 订阅按赞 加分享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甜品 红焙店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介绍给我们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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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